牛津街是伦敦最核心的地方 这个毋庸之一 这块地方的房子咱不说多少钱 它大多数的情况是有钱都买不到 那今天房姐呢 带大家看一个牛津街的大户型三居室 都说去北京必逛三里屯 上海必逛南京路 来伦敦呢 必逛牛津街 牛津街Oxford Street 是英国无人布置的购物天堂 和纽约的第五大道 巴黎的湘西地设大街 并称为世界三大最有魅力的街道 今天咱们看的房子呢 就坐落在牛津街上 是这个地段超少见的全新小区 来自英国本土开发商Galliard 这是一套三居室 设计典雅 用料扎实 傍晚时分 伴着绝美的夕阳 在这么漂亮的客厅拼拼红酒 这样的生活谁又不想有料 当然如此精致的客厅呢 还只算是前菜 更经典的还在后头 能在这儿买三居室的人 对生活品质都是非常挑剔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主卧配备了 伦敦市中心极少见的 真正的步步是更衣间 我觉得这个更衣间 比我第一套房子的卧室还要大了 主卧看出来的风景呢 也是非常的哇塞 你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伦敦眼的一半弧形 看过这么多房子 这个主卧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 当然另外两家卧室呢 也是一样的宽敞通透 相当的舒服 看完了精美的室内 千万不要忘记打卡一下 购物圣地牛津街 激扬西夏 我身后呢是粉蓝色的傍晚的天空 那在楼下整条街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牛津街 牛津街是伦敦核心的核心 从这儿到UCL UAL 还有我们的Covid Garden 所有这些地方啊 都是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以内的路程 其实呢 我们卖房子说 从这儿到哪儿的路程 但是今天介绍的一项目呢 其实应该是反过来 因为别人在宣传项目的时候 都说我距离牛津街的通行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牛津街上 牛津街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就是在艺术与设计领域 泰斗级别的院校UAL 它的一个校区呢 就在我身后的位置 那我现在站的地方 就是Ultra Circus地铁站 而呢 在地铁站的这个方向啊 就是我身后的这条街 就是摄政大街 摄政大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摄政大街上所有的房产呢 都属于英国王室 作为伦敦最核心的地段之一 TCRW去周边的学校也是极其方便 是毋庸置疑的宝藏学区房 UCL UAL 威斯敏斯特大学等都在步行范围内 旁边的两个地铁站到LSE KCL 帝国理工呢 也只需要十来分钟 相信大家都知道 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呢 是保值神奇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 主城区的防荒也只是越来越严重 新建社区呢 更是卖一个少一个 而这种稀缺性 也会让本就保值的核心地段房产 变得更加珍贵 也只有这样的产品 才能穿越经济周期和时间迷雾 在市场上屹立不倒 好了 今天就看到这 北京冯节在伦敦 咱们下回见